天塌了 现代索拿塔指导价13万9千8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速堂1.5T的宝贝们 他的指导价是14万9千9啊 你让国产车怎么办呢 兴瑞多少钱 艾尔车巴多少钱 优尼威多少钱 宝贝太近了 卡罗拉没法买了 斯玉没法买了 新款卷益也没法干了 宝贝们 他这可是指导价 可不是优惠完的价格 如果说他今年再给你来个2万块钱优惠 11万9千8 宝贝 14万左右落地的现代索拿塔 这玩意儿兄弟得像爆炸了吧 你切记他可是B级车 且1.5T8AT变故乡 散打架都没啥毛病吧 现在价格战卷飞边的了 如果说你近期想买燃油车的宝贝们 除了索拿塔还能干谁 还能干别克军飞 他的价格从去年到现在也很稳定 1.5T9AT变故乡 也是非常不错 如果说不想选第一梯队的性价比 第二梯队的性价比有谁呢 卖瑞宝 还有奇亚K5 现在的合资车卖的比国产车都便宜 宝贝们 再不努力 你只能开进口和合资车了 我不可能白让你给我点关注 每天带你了解实时行情 点赞加关注 我祝你发财身体健康 曾经定价高的热门车型 还有一些个自主品牌定价比较高的车型 兄弟们 咱是先别下手 咱挑这些个合资用料好 起码给你石头望一下 用AT变故乡的这种B级车 他曾经口碑可能很差 但是你切记忆 他们的性价比和用料 真的吊打同价位的其他热门车型了 我感觉我现在真成车圈笑天犬了 之前在拨价预测过的行情 和新上市的车型 和要迭代更新的车型 真就是一一实现了宝贝们 买车之前一定要多对比行情 行情 兄弟们 现在快一年的止损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行情赔爆炸 买车钱巴拉巴拉 懂车机降价排行榜 买完车的你就别看了 我怕你吓蹦起来 2020年买车便买贵了宝贝 嗯